便利商店的门会为我们自动打开 洗手时,水龙头会自动冲水 随着科技的进步 许多产品透过对光影的侦测 达到自动化服务的效果 但这一切的便利 其实是来自一百多年前的一场实验意外 1887年,德国科学家赫兹 在暗房中研究火花放电 某天,正当赫兹专心进行实验时 他的助手不小心将窗帘拉开 阳光瞬间照亮了原本黑77的房间 但对于助手的失误 赫兹不但没有斥责 反而觉得很有趣 因为就在光线渗入的同时 赫兹面前的金属电机放出了火花 光竟然推动了电 许多科学家努力研究这个现象 德国物理学家雷娜 将实验移到真空玻璃馆中进行 观察到更精确的结果 这个让光推动电的实验称为光电效应 被光挤出的电子称为光电子 汇集到电路上形成的电流 称为光电流 雷娜观察到 能否挤出电子的关键是光的频率 照射高频的光 即使再微弱的光线也能立即挤出光电子 如果增加高频光的强度 则可以积出更多光电子 能挤出光电子的光线频率称为底线频率 不同金属把材有不同的底线频率 为了研究光电子的特性 雷娜在电路中加上了安培计 和可变电压的直流电源 光电子被积出后 汇集到电路上形成光电流 透过安培计 就能够测量光电子的数量变化 而可变电压的直流电源 帮助我们间接测得光电子被积出时的动能 因为当光电子的动能越大 就要施加更大的反向电压 才能让它停下来 实验操作时 只要调整电源的电压大小 直到看到安培计的独数归零 代表光电子停下来了 此时施加的电压越大 就表示被积出的光电子动能越大 当照射光的频率大于底线频率时 光电子会被积出 若继续提升光的频率 光电子被积出时的动能会越大 此时若增加光强度 则是只能增加光电子的数量 而不会提升动能 当时已经知道光是一种电磁波 许多科学家理所当然地用波的特性 来解释光电效应的实验结果 却发现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地方 第一 照射低频光时 依照波动理论 只要增加照射时间 或是照射强光让光波叠加 使光波阵幅变大 就能让金属表面的电子 获得足够的动能 脱离金属板的束缚 然而 无论低频光照射多久 强度再大都无法积出光电子 第二 照射高频光可以积出光电子 但依照波动理论 当光强度很微弱时 表示光波阵幅小 能量低 此时必须增加照射的时间 让光波持续累积能量 才能使电子获得足够的动能而射出 然而 无论光强度再微弱 高频光都能立即将光电子击出 第三 照射高频光时 依照波动理论 提升光强度 可以让光波阵幅加大 带给电子更多的动能 然而 光电子的动能并没有因此提升 而是数量变多了 必须使用更高频率的光才能提升动能 究竟光和电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光如果不是波 会是什么 正当所有科学家束手无策时 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崭新的解释 光量子论 它提出光的能量是由一个个能量单元组成 是组成电子波的最少能量单位 而且不能分割 称为光量子 简称光子 光子的能量与频率有关 光的频率越高 光子能量越大 例如 注射手机萤幕时 一颗颗的光子撞进我们的眼睛 红光光子的能量小 紫光光子的能量大 如果增加萤幕的亮度 就会发射出越多光子 那 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撞击的感觉呢 因为光子的能量很小 一个光子的能量 E等于Hμ μ是光的频率 H是普朗克常数 大小是6乘以10的负34次方 是超级小的常数 难怪我们感觉不到撞击 光量子论要如何解释光电效应呢 当光线照射到金属板 板上的电子就有机会吸收光子的能量 而低频光的光子 能量不足以让它脱离金属板的束缚 即使再多的低频光子也无法使电子脱离 换成高频的光后 电子吸收到能量大的光子 就能脱离金属板的束缚而溢出 其次强度微弱的高频光 虽然光子数目较少 但每个光子的能量都足以立即让一个电子脱离束缚 当提升光强度后 被集出的光电子就更多了 最后 更高频的光子能量更大 不但让电子脱离金属板的束缚 还提供给电子更多的动能 于是 光量子论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 后续更多实验证明 光量子论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因此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没错 爱因斯坦获奖并不是因为著名的相对论 而是光量子论 值得注意的是 科学家借由光的干涉 绕射实验得知光的波动性 而光量子论虽然解释了光电效应 却无法解释光的干涉 绕射现象 因此 光量子论并没有推翻光的波动性 而是提出了光的新特性 粒子性 帮助科学家更了解光的本质 光同时具有波动与粒子两种性质 称为光的玻璃二向性 从此之后 光在科学家的眼中展现出另一种样态 从原本连续的光束 变成一个个向前奔跑的光子 这个过程称为光的量子化 其实我们对量子化并不陌生 以前认为雪的流动是连续的 如果把观察的尺度缩小 水流成为一个个向前奔跑的水分子 而水分子由原子组成 这个发现组成物质最小单位的过程 称为物质的量子化 类似的概念还有黑体辐射实验 告诉我们能量量子化 电子的发现则是电量量子化等等 量子化的概念就像是在清晰的荧幕画面中 看见一个个组成画面的像素 随着科学发展 我们陆续发现这个世界的解析度 提到解析度 常常盯着荧幕看可不太好 我们来练习题目 让眼睛休息一下吧 由于光量子论的成功 我们得以享受各种自动化服务 例如影片开头提到的 走进便利商店时 光影的变化 经由光电效应转换成电讯号 门就自动打开 感应式水龙头也是类似的原理 可以说是爱因斯坦帮我们开门和洗手 爱因斯坦也帮我们拍照 因为就连手机中提供照相功能的感光元件 也都是光电效应的展现哦 现在我们知道 光电效应展现出光的粒子性 光子的能量大小与频率成正比 频率越高光子的能量越大 从光电效应我们发现 光是由一个个的光量子组成 这就是光的量子化 因此光同时具有波动和粒子的特性 称为玻璃二向性 生活中还有哪些利用光电效应的装置 正在默默为我们服务呢 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